大家好,我叫邵惠斌 是國家飛為廣東省師的省級代表性傳承人 我出生於廣州的一個舞獅表演世家 爸爸是著名的藍絲王,大家都叫他做沙拉豬 我爸爸一生很傾敵於藍絲省師的傳承 大家要記住,舞獅最重要是公駕馬步 我們要舞出主資的精氣神 2010年,大家看到這個相片就是我們廣州亞運會 在亞運會,我是擔任了這個開閉幕式 整個農屍短場表演的總編道 用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我設計了四頭,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 可以舞動的獅子 獅頭的直徑是兩米,那個獅皮是長六米 需要八個人去舞一頭獅 在三年前,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西關兵慶坊考察 提出了廣州要實現老城市生活力 習近平總書記也走進了我們三挑一彩一獸的非為展示室 對我們的廣州非為非常之關注 因此廣州市文化港電旅遊局和黎灣區政府聯合 在西關兵慶坊打造了廣州第一條非為界區 也引進了十位非為大師進駐 設立了工作室 其中我們的廣東省師 就在這裏設立了一個趙家師非為生物館 很多人會問這個千年傳承的 這麼有文化抵韻的一個這麼古老的項目 它如何才可以去創新 如何去做得更加時尚 其實這個是我們趙家師一直以來追求的 我們一直努力的方向 包括我們推出了一共九大類兩百多款的省師文藏產品 像這個我們會在港府廟會的時候 人手都會拿著 它的創意是來自於大家非常之流行的棒棒師 我們叫它彭彭堂 我們有繼承它這個傳統 還有我們要在當下也在現代 我們會將它做強、做勢、做實 最關鍵我們要看到未來 我們只要用心去將這個省師融入到我們的生活 然後走入了我們人的心裏 我們才可以將這個省師走得更遠 走向未來